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政府正在草擬一份協議 默羅緊鼓準備要在外太空進行破天荒的採礦活動 而且這份協議將會飛起中國和俄羅斯 到底這份協議是說什麼呢? 在一個月之前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就著開採和使用太空資源尋求更多國際支持 以及要鼓勵太空的商業發展 來到今天有消息傳出 說美國政府正在起草亞提密斯協議 就著月球採礦活動和開發計劃 確立國際合作的法律框架 允許各國開發者擁有在月球表面開採得到的資源 並且會制定安全區 避免各國和國家公司在開發過程中產生惡性競爭 而且美國政府準備繞過聯合國替約 計劃在未來幾個星期會直接對加拿大、日本、歐洲和阿聯酋等國家 就著月球和宇宙的開發計劃展開談判協議 因為如果要經過聯合國替約 時間和程序實在太過漫長 而且美國政府認為 沒有必要與不具備宇航能力的國家進行談判 而具備宇航能力的中國和俄羅斯 因為軍事因素的考量 所以在月球和宇宙的開發計劃中被視為敵對國家 因此將會被排拒在外 好了 這個計劃聽起來還非常宏大 比起當年美國總統列根所提倡的星球大戰計劃更厲害 只不過當年這個星球大戰計劃其實是冒虛的 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只不過成功拖垮了蘇聯 今次這個月球開發計劃是冒實的 因為事實上有其他國家和一些私人公司 已經在嘗試相關的程序 那到底月球的表面是吻含著什麼這麼豐富的礦物 可以吸引到連美國都心動去搞這個月球開發計劃呢? 根據研究數據顯示 月球表面吻含最多的就是 氧佔4乘2 直佔2乘1 鐵佔1乘3 鈣佔8 鋁佔7 尾佔6 其他佔3 其他佔3 這個相當重要 雖然佔整體比例不算多 但就好過在地球開彩 比如說稀土和鼓 就是兩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實情在美國境內一樣有稀土的隕藏 為什麼它不在自己的地球開彩呢? 就是因為一旦開彩這個稀土 就會圍著那個地方帶來生態災難 而且當地的環境不能逆轉 破壞了就徹底完結了 你想種田、重新綠化 基本上都沒有機會 因為是會帶來非常嚴重的污染 所以唯有假守於中國 中國要賺錢就開彩稀土 說知它挖到稀巴難 說知它生態災難 但是呢 就算你肯付錢 也是掌頸就命 因為中國經常在這個中美貿易戰當中 經常都是作出一個威脅 就說要反制美國 就是靠限制稀土的出口 那到底稀土有什麼作用? 比如說生產半導體 電腦和手機芯片 電子屏幕和電動車等等 稀土都是必備的材料 原來現在整個月球 都是佈滿著稀土 雖然稀土佔了月球的礦物總體份額 不是那麼多 但是好在它是任你去開彩 只要你先到就可以了 因為沒有人認領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真的撿到寶勒 所以一定會去立就立 好了 除了稀土以外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古 古來說 在地球佔了百分之六十多 都是隱藏在江果的樹 至於其他分別 主要在澳洲和古巴排第二第三位 至於再到菲律賓 俄羅斯那些是不入流 因為殞藏量太少 那麼這個股是有什麼作用呢 主要來說就是用來生產電池必備 所以對於電動車的普及相當重要 如果單憑從江果入口這個股的話 事實上是不夠 當地產量亦不穩定 而且又太過落後 經常搞內戰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能夠在月球開採的話 我想電動車很快 就能夠在全球普及起來了 如果從美國的角度出發 當然是搞太空開發計劃 在月球上開採礦石 就好過在地球上從其他國家進口 從其他國家進口 一來就拿些外匯去益給別人的國家 二來 人家又可以拿這些擴產資源 來對你造成威脅 始終說那不是你的領土 是有一個不穩定不確定性 如果是自己插之旗去太空 又不一樣 因為美國可以自行去決定 到底他每一年的產能是要多少 變成了美國就相對靈活很多 因為他不再需要和外國簽訂任何貿易協議 或者是任何合同 這樣就好死板 因為簽了的話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你要不要也好 都一定要進口這一筆的擴產 但不是 如果美國自己動之旗走去自己開採的話 他只需要按個按鈕就可以調節到產能 這個在他國內內可以進行自我的調節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自己去花錢研發一套系統 比如說在太空開採礦產的機器等等 這些又是計算下去 美國國內的基礎建設 億人不如億自己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完全是有好處的東西 好了 到底美國找什麼國家參加呢 主要他就說 找日本、加拿大、歐洲、阿聯酋等等 其實日本在太空採礦方面 比起世界上不少國家都為之先進 在19年2月底 他們發射了一隻名為準鳥2號的太空船 成功登陸了距離地球 大約9萬5千公里遠的小行星 這顆小行星叫做龍宮 也是日本明明的 因為是他們首先發現的 其實準鳥2號 早在18年9月的時候 已經派出兩台小型探測車 成功登陸這顆龍宮 當時進行了影片拍攝和收集數據 美國有科技公司估算 這顆龍宮的小行星 至少殞藏著價值百百多億美元的礦產 包括鐵、骨、獵等等 如果可以開採的話 淨利潤都可以達到三百多億美元 而且 至今被發現的所謂近地小行星 近離地球好遠 和地球的運行軌跡 是重疊的小行星 大概有七十多萬火 真是多羅羅 當然不是每一顆近地小行星 都是適合搞太空採礦 也要將開發成本和經濟規模計算在內 他能夠賺錢才會有人去做 好了 美國現在就說想搞太空開發計劃 走去月球插旗 到底這個計劃有沒有違反法律法規 原來外界質疑 美國這樣做會違反了他們曾經在1967年簽署的外太空條約 條約提到 所有天體和月球都不能以主權聲索、使用、佔領等任何其他方式 給單獨國家所佔用 但美國政府就說 月球本身已經具有長期科學研究價值 現在外太空條約已經過時 有必要再修改 而且更重要的是 阿提密斯協議當中的安全區定義不是領土 而是開發者之間可以協議的作業範圍 即是他以安全區取代所謂的領土 你說他是不是走聰明 他絕對是 但他有沒有能力去做呢 他又絕對有 所以也是催他不張 拔他不長 如果有本事的 那些被排拒了 但又具有宇航能力的國家 便可以自己又試試去外太空那裡 進行採礦活動 反正他們都曾經射過太空船上去月球那裡登陸 然後還出過月球走過幾步 那就夠了威水 相信他都會有能力去做 但美國就不是單獨去做 而是問一些具備宇航能力和友好的國家去做 如果美國這個阿提蜜斯協議真的成功了 有些國家就不能再以擴產這些自然天然資源 作為威脅其他國家的手段 因為月球上面大把 雖然這些擴產資源 不管是在地球或者月球都好 它都是不平均地分佈 因為基於它形成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的地質環境不同 但是來說 在地球上已經每一塊領土都有國家去下申索主權 月球就沒有了 又不利用 根據美國的術語 走去月球插旗 那塊不是領土來的 而是安全區 只不過這個安全區 就肯定是先到先得了 如果別人放了一部機採礦 那你都不能夠走過去 因為根據阿提蜜斯協議 安全區就有一個緩衝範圍 不能夠走得那麼近 以避免爭端 所以誰最快上到月球 誰就肯定贏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